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說一說MMO 裡面如何透過種樹果去賺錢 首先先說一說 我種樹果不是種了很久 但都知道如何種 自己呢 自己就是種開這個哈蜜果 這個減特攻努力這個 就是微傑微虎超虎 這些不說 這個哈蜜果 我自己的話就大約兩至三天 兩天左右就可以有60萬以上 但我都慢慢調整 其實不應該這麼少 應該多些 左手邊這個表是什麼 左手邊這個表第一行A A就是屬於果實的名稱 B就是那隻果實的功能 C、D、E都是屬於果實的味道 因為每隻果實都有不同的味道 可能它有分超辣、微辣、超虎、微虎、超劫、微劫等 這些都是看那隻果實是什麼味道 而去到F F就是一個生長的時間 可能個表有點錯 大家不要計 大部分都對 你當是一半以上都對 一半是對的 好 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那些果實是要什麼配方 大致上如果你是種一種果實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怕記不到 其實哪隻果實最賺錢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PP果 因為PP果的話 PP果的話 時數少 你看到只有20個小時 那麼PP果 20個小時 出售900 對,還有說說出售 出售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直接買給NPC 第二種就是放入交易所 或者是同行交易 做供應商之類 所以就有兩種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最多人選擇 就是買給NPC 但是之後如果是PP過 一定是放上交易所比較划算的 那麼你會看到它的時數是20個小時 20個小時 接著人們賣1230 1230 那就是說一套已經可以賣到接近10萬 對,接近10萬 而它的時數也不是太長 超辣甜苦 比較貴的味道就是超辣的 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 有個超字的種子都比較貴 以及比較難得 如果是超的話 沒錯 那麼現在就講一講 那麼這些種子怎麼獲得呢 這些種子怎麼獲得呢 那就是透過買這個 採摘器 採摘器 我自己是叫做一些分解器 分解器按完之後 我現在即場買 我即場買了一套 買了一套之後 我按使用 就按燒傷果 按全部 你會看到它全部放在收 這樣收 那麼分解器都不見了 就會得到32個超辣 以及67個微虎種子 這個就是看機率 它可以刷些什麼 也看那隻果實是什麼味道 如果果實是超辣的話 那就是有機會出微虎和超辣兩隻種子 這個就是這樣割回來的種子 首先講新手 新手 一開始就要有一個資金 資金在這裡 接著 新手要有資金 接著去買種子 買種子 也可以當是一個買材料果 材料 材料 OK 接著就修成 修成 然後就分解 接著再去種材料果 再種材料果 接著再修成 再修成 修成到一定數量 即是代表你夠 總之的數量 可以去 足夠去不斷循環 不斷可再生地循環 這樣就可以開始種這個 本金果 對 叫什麼呢 總之生的那隻你可以拿去買 然後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是一個帳戶 在說一個帳戶 另一方便 另一邊 或者叫另一個地方 的 田的土地 田地 要種回材料果 要種回材料果 然後 如果以我為例的話 我是在用44個小時的果實 即是說這邊可能種了44個小時 豐饒之社就種這個16個小時 即是說其實你可以修成兩次 兩次的材料果 對 另一個田地就要種這個材料果 之後修成材料果 修成材料果 好了 接著就再種材料果 對 接著大致上 就不斷循環 什麼修成 接著就 再種材料果 其實可以種三次 即是種第三次 但不是修成三次 是可以種第三次 接著下一次就將會是本金果可以修成 本金果修成 接著就可以販賣NPC 販賣NPC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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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C OK 好了 接著 出售NPC之後 就可以得到第一桶金 第一 第一金 打不到了 出售NPC 我們現在工會有沒有人在 很多人 給你們學習一下 OK OK 然後再種 再種 種本金果 因為你種材料果的時候 已經有一定數量的種子 一定數量的種子 一定可以讓你繼續種下去 即使是很多 很大的數目 很多的數量 但是因為修成了兩次的關係 所以是必定足夠你再去經營 但是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帳戶去做完這兩個程序的話 就會沒那麼高修成 大致上可以說的都說完了 因為我自己的心得說了 就是我自己種什麼 怎麼種 什麼程序都說完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本來一開始我都覺得中過了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中過之後就覺得 不算太困難 我覺得 不過就比較麻煩 淋水真的很麻煩 淋水真的很麻煩 你要這樣走下去 之後按 我以前沒有調整快捷鍵的話 就逐一逐一按 之後給WKHK的威力 我現在用了一塊捷鍵之後 你要這樣走下去之後按 對 麻煩就是這樣 而且要定時定後淋水 不定時定後就真的會減產 所以就比較 比較辛苦就是這樣 但是就不需要說 經常都要走去搬磚 馬道館 打NPC那些 看回你自己喜歡哪一種 有些人可能喜歡打的 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想輕輕鬆鬆 可能想想想 就已經賺到三天賺到一百萬 甚至百多二百萬 就是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都OK 這次的分享來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賺錢的方式 喜歡記得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